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参考 那通常我们点选 例如说2021年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改了 第一名是连江 就是2021年连江 刚刚这边不是一样吗 记不记得点到这个 然后连江变很大 对不对 好 我只是为了要呈现这件事 可是请问一下 那连江变很大 那到底是哪一家医院 不 应该讲说哪一个行政区好了 因为这边是县市 县市搭配的当就是行政区 那请问你这边有没有行政区 没有 我们一样把它related放进来 所以请在这个地方 这个14日再住院率滑鼠右键 然后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再写一个函数 不保证是最后一个 有时间我们就多交几个 一样一样是用刚的related 就是把資料行三调 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叫做行政区 可以吗 就是限制名称完毕之后是行政区 然后行政区里面我们当然就是用related related 然后输入了re 然后方向键往下 是不是叫related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relate relate可以使用的原因是因为 之前一定要做过relationship 就是关联 为什么要讲之前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过去式 不然本来不是只要放relate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放多加一个d 代表说过去 过去已经曾经建立过的这个关联 好了 点选他 我建议是用tap键 但是如果有同学不能理解 为什么用tap键 那你就快速点两下related 然后接下来方向键往下去找 我们是不是要找另外一个资料表 另外一个资料表的什么 subitem name 记得吗 这就是行政区 行政区的名字 好 tap键 或者是你就快速点两下 好 记得加一个右刮符 因为有左刮符就会对应到一个右刮符 好 enter 那接下来针对这个空白的地方 我再做一次树状图 我要放的当然就是行政区 的院所指标值 而且要把院所指标值改称不是加总 是平均 好了 我们现在要去公布 公布 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马祖 好 2021年 2021年 控制键按住点选连江线 点到连江线 然后他就只有一个南干 对吗 就是那个 如果是马祖那边的人要看病 就一定要到南干乡来看病的意思 然后 然后他这一个地方的 就是表现 其实是 是好像是0.19是蛮高的 就是2021年 5个出院的人 可能就有一个14天内又在住院 可以吗 你要不要看一下2020年 然后 扛坐键 点选这个 第一个 基隆市 然后接下来 基隆市里面 基隆 对吧 基隆市 第一 是信义区 第二是暖暖 第三是仁岸 不过以信义区来说 它是0.36 您不觉得这都值得我们来去关心的吗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人不多 就是可能就是他统计的对象 人数不多所导致的 毕竟基隆好像没有很大的意愿 毕竟基隆好像没有很大的意愿 对